欧俊是,他首此处电影评出演的角色,虽然只做了人肉背景,但一部让万千少女大呼甜蜜度爆表的热播剧,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,却让胡一天瞬间晋升为大热新星,胡一天短短两个月微博粉丝从几十万卖下了六百多万,在微博上热度不减,并且,即将出演新版绝代双胶花无缺,这部剧有一定的观众基础,能够很好的维持胡一天的热度。 女主角沈月,也是好剧本不断,最近正式成为流行花园的女一号,只可惜,网友很似乎对翻拍剧,似乎失去了信心,拿最近再播的寻情记来说,从演员的选择,到服装到剧,后期制作,草点几乎无处不在,还有黄灿灿版的泡沫之下,让人瞬间觉得了大S和黄晓明还不错,还不如学学男生,在真正有流量的明星热剧里,做个比较出海的配角。 拽些好感度,毕竟,大家都是出来会的,好感度一旦败光了,再想红起来,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 而胡一天,似乎正走在败光好感度的路上,而且有越走越远的趋势。 一,经纪人各种作妖说,这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女主普通,小有名气后,就想让胡天一和吴亦凡平起平坐,代言顶级国际品牌。 胡一天出道前,是做淘宝模特的,虽然有穿衣打扮的经验,但凡事都要慢慢来,从新人,到大咖,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历练的。 网友们纷纷利明抗议,二,胡歌,李一峰抢名号,与其和前辈抢了抢去,和前辈们培养了几年,甚至十几年的死忠粉应碰硬,不如学学小宋家,小桃红,叫我们家小胡,国民小草之类的,至少显得谦虚。 三,通稿碾压比自己红的男明星,或者各种迷之相似,最后,可能找不到其他男明星,可以和胡一天媲美了,竟然开始碰瓷周总理。 五,营造虚红假象,超级话题挺进前三,甚至超过顶级流量,只是胡一天的粉丝们,好像都不喜欢给他的贴八千道,活跃度太低,而且胡一天的粉丝们,好像不是很清楚自家爱豆的长相。 有报道称,最近一段时间,因为胡一天粉丝频频在机场接鸡时,把别家偶像认错为自家爱豆,而得罪了不少明星及其粉丝,宋威龙,吴亦凡,许卫周,杜江都被麻将们胡一天粉丝名,错认成胡一天,吴亦凡甚至还因为被麻将们围堵,在机场造成了混乱,而被警察信誓,粉丝们疯狂的行为给胡一天招致了不少负面评价, 更有路人质疑胡一天的粉丝是买来的吧,要不然怎么会连自家偶像都能认错,也可能只是太激动了,很正常,谁看到自己喜欢的人,还能保持镇静,有以上黑料就算了。 甚至连胡一天的美颜,都受到了质疑,其实,在打光,精修和小清晰绿剑下,胡一天的颜,还是蛮有下草的感觉,胡一天的粉丝们看了,请不要生气,因为能扛得 谢谢大家